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亮点很多 很多的亮点甚至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但是不管有多少亮点 最让人踏实的还是继续改革的勇气和决心 在这份字述不算太多的公报当中 改革一词出现了59次 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 2020年成为一个检验改革的中期目标 而深化改革则意味着 改革不仅仅只是经济领域的事 成立了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那可不仅意味着集体要承担改革设计师的角色 更意味着责任 现今的中国不进则退 不改革则危机四伏 但愿不断的改革让中国前行的更稳 更好 格局更大 好了 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 11月12号本周二 为期四天的18届三中全会闭幕 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这次全会不仅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改革重点 还提出包括15个领域 60个具体任务的详细部署和阶段性目标 其中从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 到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从让人民监督权力到健全民主制度 从启动单独家庭可生二胎政策 到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等等 一系列全新表述都令人充满期待 全会指出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这次全会决定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负责改革总体设计 统筹协调 整体推进 督促落实 而在改革时间表上则明确提出 到2020年 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改革上要取得决定性的成果 就在三中全会闭幕之后 国务院常务会议随即提出 针对今年已经部署的七方面 22项重点改革任务 改革承诺必须兑现 同时 中纪委提出 巡视制度要做到 对地方 部门 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最高法提出 要建立健全机制 使法院敢于排除各种干扰 坚持依法办事 而安徽 则在一份关于深化农村 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的 指导意见中 使用了这样的新表述 允许极匹建设用地 通过出资 转让 租赁等方式流转 用于工业 商业 旅游等 建立农民可以使用 其他村集体宅基地的制度 在18届三中全会上 另一个备受世界关注的焦点是 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目的在于 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 确保国家安全 周三针对有记者提出 中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是否因为日本也将设 日本版国安会的问题 外交部发言人请刚 做出这样的回答 毫无疑问 中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恐怖分子紧张了 分裂分子紧张了 极端宗教分子紧张了 总之 那些想威胁和破坏 中国国家安全的势力 紧张了 那记者你问我这个问题 是不是也想拿日本对话入住呢 近日 河南省公安厅出台 切实防止冤假错案实现措施 其中废除了刑事拘留数 发案率破案率等不科学不合理的考评指标 以防止民警因办案指标和现实破案的压力 而刑讯逼供 办错案办假案 在江西则提出严禁下达或变相下达 拘捕罚款指标 严禁将拘捕罚款同民警的惩罚近身挂钩 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也于近日提出 要纠正片面追求数据好看 而人为控案的不良现象 在评估指标体系中 不再对结案率进行排序 此外 本周又有媒体报道称 在信访制度层面 我国将不再搞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通报 此前 初中是为了加强地方政府信访工作责任的排名制度 由于与地方党政领导升迁挂钩 而被逐步异化 甚至出现大量解访 黑保安 黑监狱的违法行为 加剧了信访矛盾 而下一步 地方政府将如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把问题解决在当地 信访制度的改革方向仍然值得观察 最近一些天 有一些商户的日子很不好过 年底快到了 以往到这个时候 很多卖挂利台利的 到了一年当中真正挣钱的时候 虽然年年个人来买的在减少 但大户本来就不是个人 而是单位企业的集体采购 然而今年风向变了 最近中央纪委发出关于 严禁公款购买 印制 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 要求各级党政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 严禁用公款购买 印制 邮寄 赠送贺年卡 明信片 年利等物品 另一出 市场迅速转了 北京一家商户 几天之内就有三张订单被取消 分别是北京某镇政府 上海某科技公司和北京某机关幼儿园 为何连这样看似不大的小事都上了禁令 接下来要禁的还有什么 还敢有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吗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禁令下的作风变不变 晚年 像晚年以前单位的定的特别多 一定就是几千张 那现在呢 今年呢 还没有跌到一个客户 今年销量不是太好 就是去年吧 还定有单位的在这定 今年就只有您卖的 临近新年 本该是挂立贺卡的销售旺季 但北京的小商品市场里 销售贺卡的商户却提前进入延东 不只是北京 上海 南京 重庆等城市的贺卡市场 也遭遇了寒流 让今年的贺卡年利市场 旺季变寒冬的 是半个月前 中纪委下发的一纸禁令 明确要求各级党政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 严禁用公款购买印刷 邮寄赠送贺卡年利等物品 禁令之下从设计公司到印刷厂再到销售商 整个产业链都受到不小的影响 而更多人则是通过这次禁令 才知道此前机关单位和大型国企花在贺卡挂例上的钱竟如此巨大 在某个国家级贫困县一年 邮政局用于公款贺卡的消费金额就有四五十万 一本年利的批发价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 业内人士估算 全国的市场规模则超过三百亿 其中政府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订单 普遍占到了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 浙江政府采购网11月1号发布了一份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 2014年挂例赫卡印制项目招标公告 采购量为挂例7.39万份 台例5.26万份 贺卡2.6万份 随着中纪委禁令的出台 这个进入招标环节的贺卡印制项目已被紧急终止 用公款购买印制技术赫年卡的物品 就是大手大脚奢侈浪费现象的具体表现 中央纪委因发这个通知 就是要早打招呼 早提要求 及时杀住这股不正之风 季贺卡发年利 这些往年看似寻常的小事 如今也作为禁令明确提出 中央发向规定实施近一年 逢节必查 新年中秋国庆之前 都曾发文严禁公款送礼 大吃大喝 效果也是立竿见影 高端月饼市场明显欲冷 大闸蟹商家降价促销 走起了平民路线 从瓷器茶叶到茅台虫草 凡是和高档二字沾边 在今年都遭遇了价量起跌 中央一次次禁令 俨然成为了市场的晴雨表 比方大的计划 大的单位 它的团柄 做得比较高 中央发向规定出台以后 这个销量是往下降 我们大概下降了两分之七十 中央发向规定出台以后 高端茶的消费 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这其实也是一种正常的理性回归 与去年相比 我们茅台的价格 现在已经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左右 五粮业也下降了差不多百分之三十以上 我们销量与去年相比的话 也下降了将近百分之六十 蛮可怕的 中央的禁令 到底对公款消费有多大威慑 餐饮业交上的答卷 恐怕最直观 11月6号 中国烹饪协会发布三季度餐饮市场分析报告 2013年三季度 餐饮市场在波动中缓慢回升 大众化餐饮发展势头强劲 不过高端餐饮仍处在寒冬 除去人力和原料成本上升因素 政务商务客户群迅速减少是重要原因 个别高端餐饮企业营业利润 同比下降在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陷入历史低谷 国家经济要繁荣 经济要发展 不能靠这种政府的消费 官员的这种奢靡的作风 这个吃喝风来拉动 因为过去他有些餐馆 他是为官员服务的 他是面向着这些政府部门 给他们带来生意 给他们带来这个收入 这个生意做不到了 是不是 他们不赚 那是不行的 十一月初中央发文 叫停各地安排考察性出访 一刀切的强硬态度 再次引发关注 但禁令之下 是否能真正堵住漏洞 会不会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一切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对于卖挂丽的商户来说 这个冬天特别冷 而且也丝毫看不出来 明后年的冬天 有转暖的迹象 看样要转转思路了 其实拥有这种挑战的商户 在此之前是卖高档酒的 还有开高档餐饮的 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推出 纷纷应声倒地 并陆续走上了转型的道路 之后是卖月饼的 中秋节前的禁令 让月饼回归月饼 市场自然是缩小不少 与他们同命相连的 还有高档茶叶 高档烟的生产厂和销售商 而随着官员出国 考察的禁令出现 不知道旅行社的生意 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 但是与他们相比 真正受冲击的 则是众多顶峰作案的 为记者 以及中央巡视组 在巡查中 击中的苍蝇和老虎们 一个婚礼办了三天 不仅婚礼宴席颇为奢华 还有明星豪车助阵 总计花销百余万 今年国庆期间 北京村官马林祥 为儿子大办婚礼 给公众热议 在中央严禁党员干部 婚丧嫁娶 大操大办的禁令面前 这场婚礼 也惊动了北京朝阳区纪委 介入调查 总计花在六个月份 我们两家是六个人 现在说是五比一 有人事我是说不了 就是农村风族 大房走流水席 目前我们展位发现他 动用公款 公务 操办婚礼 对于此事 我们将进行深入调查 感觉 因为你是一个村官 尽管你这个官不大 但是人家为什么要来喝酒 人家未来 为什么要给你捧场 这里跟你的权利是有关系的 实际上 你这个公权力 就会用到自己的私事上 虽然一再强调大办婚礼非自己本意 但因违反中央相关规定 马林响已被罢免 村委会副主任一职 而最近一段时间 从中央到地方 纪检部门都在官网或媒体 对违反八项规定 典型案件进行通报 在各地密集的曝光中 公款旅游 公款吃喝 违规购置或使用公车等违纪行为 频频建筑于报端 我看到这个也是一个数字 今年一到八个月 是每两天就有一个贪光落马 可见我们查出的案件是比较多的 那么另一个也是我们在媒体上 曝光率比较高 那么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说明我们的防腐败是走向生路 以前这个通报都是在内部的 没有这个向社会向公众通报 截止到本周 备受关注的中央巡视组 第二轮巡视已经全面展开 十个巡视组已正式进驻巡视单位 并公开了监督举报电话和邮箱 巡视重点将放在发现领导班子 特别是一把手所存在的腐败问题上 巡视组进驻以后 我们会通过当地的主要媒体 公布联系方式等等信息 便于干部群众与巡视组取得联系 以他们认为方便的 或者说是安全的方式和我们联系 这个中央巡视制度 其实好多年前就建立了 那么今年为什么说 突然媒体报道也多了 这个民众也注意多了 还是刚才就说的 他这个公开度透明度大了 通过与网友互动等方式 以往颇显神秘的中央巡视组 向公众详解了工作程序和巡查内容 而被外界俗称为反腐钦差大臣的中央巡视组 在今年第一轮巡视中也威力出现 远贵州省委常委 遵义市委书记廖绍华 严重违法违纪案 正是第一轮巡视中发现的线索 今年9月19号 江西日报刊发了 第八巡视组反馈通报会的情况 该文仅用65个字肯定了当地成绩 之后以243字的篇幅 直臣谋取私利 收送红包礼金 顶峰公块痴情等诸多弊病 18大以来同样是巡视组 但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巡视组的领导相对比较固定 而这次往往是临时任命 往往派驻的时候 那一定不会派到你的老家去 一定不会派到你长期工作的地方 巡视组就不会考虑任何的 什么私情 什么老乡 什么同学 什么这些关系 那我想就是让巡视组有权威 就是让巡视组尽可能的不受任何干扰 中央巡视组建立了组长库 实行了三个不固定 就是巡视组的组长不固定 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 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 组长不是铁帽子 一次一授权 一次一任命 在第二轮巡视中有五个巡视组组长进行了更换 而这样的调整除了避免利益链条的形成 也让中央巡视组队伍更加年轻化 接下来各地纪检监察机关能否对腐败案件日常查办 保持高压态势 而中央巡视工作能否真正成为整风猛药和承摊利器 都备受公众期待 原来位于北京平安大街二环边的中纪委大院 一直是重要但是相对安静的 可是近来这儿也热闹多了 因为随着中纪委一记又一记重拳的出击 在新闻中出现的频率就越来越高 很多人觉得这儿不再那么神秘 也对这儿寄予了更多的期待 很多人觉得现在这儿代表着更大的反腐力度 既拍苍蝇也打老虎 有一个数字说明这个判断 从去年的11月18大召开 到今年11月三中全会的召开 期间有11位省部级官员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处 几乎快一个月平均一个了 这力度少见 反腐联政漫画原本并不稀罕 而最近当这些反腐联政漫画出现在中纪委监察部的网站上时 却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近日中纪委监察部在网站上公开征集廉政漫画的同时 还在网上推出河北秋县廉政漫画展 要知道这些作品全都出自当地农民之手 漫画硬功夫的作者郝曾茂 是在电视新闻里知道自己的漫画上了中纪委监察部的网站 这位刚从地里干了活回来的农民又惊又喜 虽然农民和漫画和反腐并不搭界 但是在秋县还是有不少农民喜欢创作廉政题材的漫画 老虎苍蝇一起打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等 都是他们紧跟实事的作品 实际上反腐常年 他也是领导要做的事情 也是群众心中最愿意做的事情 最愿意反对的 就是我们就画这个 秋县农民喜欢创作漫画不是一两天了 可是如此受关注却是三十多年来头一回 把农民的廉政漫画作品登在网页上 用农民的漫画对官员进行廉政文化教育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的这一举动 引发了众多媒体的关注 有评论把它称为中国反腐再增利器 这个做法就是体现了什么 我们反腐败也要动员群众的力量 运用这个群众工作的方法 从群众那里得到更多的智慧 得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有利于我们能够深入开展防护派斗争 一年来中央纪委不断地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 2013年9月2号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 在首页显眼的位置设置了网络举报板块 为民间反腐打开大门 中央徐氏族既查老虎也查苍蝇 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刮起了一阵阵廉政新风 这次新的领导集体一上台 可以说就是以抓作风开局 中央领导对这件事更加重视 抓八项规定也好 包括陈处那些有问题的人也好 力度都比过去大了 作为反腐加速器的中央纪委 也一改过去的神秘姿态 自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以来 三个月搞了三次网上访谈 中纪委常委秘书长 中纪委的副书记等高层领导 都与网友进行了互动交流 机关会议费下降超过80% 招待费下降超过50% 11月4号中央纪委监察部更是在网上高调的晒出了自己落实八项规定精神 改进工作作风的成绩单 中纪委敢公布自己的账单 敢亮自己的成绩 说明他们自身对自己是有信心的 他们自身是干净了 压三公消费 那么中纪委当中压到这个程度 你为什么就压下来呢 所以我想这又是一种压力 在中央高调反腐的态势下 省部级官员开始以过去30年所未有的速度落马 一年间共有11位省部级高官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处 是过去5年均速的两倍 与此同时 全国各地也相继查处了一批涉嫌违法违规的地厅级县处级干部 反腐常联最根本的目的 最理想的结果是什么 最好没有贪官 最好找不出餐馆了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打击腐败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预防腐败 使腐败难以发生 或者不容易发生 虽然一年来反腐败工作突出的是惩治腐败 但根本的目的是通过惩达到治 当前虽然以治标为主 但这也是为治本赢得时间 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 虽然关于反腐的内容只有两百多字 但是要靠制度 靠人民监督 靠权力的公开 靠形成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机制等描述 让我们看到了从治标到治本的路径 治标容易一些 治本难一些 但是我想都是重要的 如果这些治标的问题我们解决好了 那本的毛利方面也会有明显的推荐 所以我想这两个同样要重视 同时都可以在做相辅相长 其实最近不仅是中纪委高调的开通了网站 更多的与网民举报者交流沟通 还有过去民间学术界常用的词 也被用在了王岐山和中纪委的讲话 以及报告当中 过去我们常说 反腐要从让人不想 慢慢变成不敢 直至变成不能 也就是说 要从做思想教育工作 让人不想腐败 向监督力度加大 人们不敢腐败 一直到制度完善 人们不能腐败去转化 结果今年 这个不想不敢不能的说法 也被中纪委采纳 对此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讲到 当前要以治标为主 为治本赢得时间 而在这次三中全会当中 更是明确地提出来 要加强反腐败 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 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的制度 您看 反腐要靠制度 改进作风要靠制度 这已经成为重要的方向和手段 为此我们愿意相信 从严治党不会 也不该是一阵风 生命垂危 急需转院 可目的地却是距离 加姆斯300多公里的哈尔滨 这个只有六个月大的男婴小远 或许还意识不到 这是一段多么危险漫长的求生之路 但幸运的是 由于好心人跨越两个城市的爱心接力 遥远的路途 一下儿成了他生命的快速通道 孩子转院急需用车 当听到电台发布的求助消息 一位低哥马上赶到医院 接上孩子急奔高速 路面湿滑 当低哥正为路况发愁 一位越野车司机当即放下同车的朋友出手相助 当孩子即将抵达哈尔滨 爱心车队早已在收费站等候 出租车引路交警疏导 在哈尔滨一段原本四十分钟的路程 居然只用了十五分钟 最终小远被顺利送到医院 抢救之后平安脱险 闹铃响了再补个回笼教 你也是位赖床症患者吗 半年多前的一天 当看到室友都在聚精会神的学习 自称是不分四季型冬眠症晚期患者的 北京大学大三女孩胡孝楠突然顿悟 自己能够实现理想的时间又少了半天 于是他突发奇想 成立了一个起床协会 决心要团结最广大的起床困难户 早醒后先微信迁到 七点十五分准时集合吃饭 然后开始一天的学习 他没想到如此简单的约定竟能硬者云集 短短几个月时间 这北大床鞋的粉丝数如今已超过了七千 在他看来 其实所谓的床鞋只不过是互相激励的环境 真正能叫醒你的不是闹钟 不是别人 而是你自己的梦想 绑架杀害 抛尸 本周震惊全国的湖南岳阳绑架杀人案水落石出 难以想象 对待三名年幼的小学生 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如此令人发指的暴行 动机只是泄愤和勒索 由于与孩子家长曾结下矛盾 自己的生意又连连亏损 在半个月前的一个早上 心怀仇恨的他 想在校车之前 以邻居叔叔的面目 把三个孩子骗上了自己的车 遗憾的是 没接到孩子的校车司机 却没同家长及时联系 直到学校老师发现异常 才开始四处寻找 但此时 穷凶极恶的张某某已将孩子残忍杀害 而之后 他还给孩子家长打去电话敲诈九十万 如今张某某被正式批捕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而悲剧之后 除了愤怒和指责 或许更该警醒的是 孩子的安全 一刻也不能松懈 你从哪来的 当然是你爸妈生的呀 老师跟你说 是爱情的结晶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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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哺乳洞 又不是晶体 只有受情 哪来的结晶呢 我从哪来 男孩和女孩为啥不一样 这样的问题 对于不少父母来说或许都是敏感话题 可这个85后的小伙子赵隐龙却别出心裁 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用画风可爱语言辉谐的手绘动画片 以幽默而科学的态度回答孩子们关于性的疑问 最近这部名叫一分钟性教育片的系列短片风靡网络 而创作的缘起正是因为接连发生的儿童性侵案 刺痛了这些年轻人的内心 在赵隐龙看来 法律严惩虽然重要 但已经无法弥补对孩子的伤害 普及性教育 提早预防才是根本 团结就是力量 不仅仅是一首歌 更是生活中的一个屡试不爽的真理 六个月大的婴儿如果不是在东北的土地上 遇到一个又一个联合起来的活雷锋 生命就面临风险 然而团结起来的雷锋们却化解了这个风险 起床 我承认 不仅现在 在我们上大学的80年代也是一个老大男的问题 在北大 汇集众多起床困难户成立的起床协会 但愿能用团结的力量战胜睡意 好了 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 多年之前 他把众多分散的商户和想要经商的个体 聚集到了互联网上 迅速发展壮大 后来四个单独的一会在一起的11月11号 由光棍节也变成了电商节 在这一天 众多的消费者团结在一起 用手指和键盘直接创造了中国消费的新模式 在这热闹的背后 这个人一定在笑 他叫马云 在本周 杭州淘宝总部这一块巨大的屏幕 忠实记录着刚刚过去的第五个双十一 记录着网民通宵达旦的购物狂潮 记录着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 和他的团队所打造的电商领域内 单日销售额350亿的全新起点 我会为数字而做 为500亿发展 即使有一年我们做到一天里 我们也希望它是一个健康自然到达的结果 而不是追求的目标 数字 这个词应该是马云在双十一档片面对媒体时提的最多的 对于生意人来说 这归根结底还是一次财富的积累 而对于从教师行业涉足商业 短短二十年就能成为一个游戏规则制定者的马云来说 他所看中的数字背后或许还有其他含义 马云曾经说过 生意人创造前 企业家要为社会创造环境 必须要有创新精神 而旗下拥有着淘宝和天猫两大知名网购平台 马云在领导电商领域的这一刻 给自己的定位 或许更想摆脱生意人的身份 能与国家领导人座谈网购电商 眼界提升的他 似乎更愿意成为自己所标榜的那种有责任的企业家 所以今天最重要是升级我们的能力 升级我们的视野 扩开我们的胸怀 这个比转型来的更为重要 就在双十一前后 当所有媒体都热衷于追问马云有关于销量数字的问题时 马云却言必称转型升级 这也让很多人质疑 几乎动用了所有传统营销宣传手段的阿里巴巴 似乎只是在打造一种新的游戏规则 马云强调的转型在哪里 双十一的集中消费 对于消费者的心态观念以及消费冲动 究竟又能有多大改变 我相信您后年这种产业升级 由于大量的网上网购起来以后 大部分的工厂 大部分的商场不会再在那种 把这商业区做重要投资 由于商业区不会做的投资 便这样的均匀去的成本会降下来 真正的这样的社会各种的经济 按照市场化的手法来进行运转 在本周 马云的这段话被很多媒体解读为 网购打压房地产 尽管这不见得是马云的本意 但想从商家和消费者的某种对立中走出来 却又让他站到了地产大佬们的对立面上 当你成功时 你说的所有话都是真理 显然如果用马云自己的这句名言 来做一个衡量 遭到围攻的他显然还没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 尽管马云想到的和他正在做的 会在未来带给消费者一种怎样的购物环境 还不得而知 但在电商领域一马当先的马云 前面是没人走过的路 后面是与王健林 关于网购能否占据中国领首50%份额的赌注 所有的一切已经让他不得不调动所有资源去迎接挑战 2020年王健林如果赢的话 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 是我们正在年纪的事义 对吧 因为如果说2020年房地产商业地产 依旧占领整个中国大弹江山的话 说明我们的转型生气没有做 所以说明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不如同上一代人 两个人的赌局变成了中国社会的输赢 马云的论调虽然是在唤起年轻人的同仇敌态 却也有评论文章直接了当指出 网购真能占据半壁江山 失去了消费选择的中国社会才是真输了 但不管争论的结果怎样 在过去几年间 马云和他的团队始终在整合 包括企业 物流 金融 通信 服务等领域 或许这就是他心中的一种 中国经济升级模式 我觉得今年的十大经济人物的转型升级 最最合适的人是那些网商 就是那些每天晚上在想着创新 熬夜 在服务中国几亿网的那些小网商 可能一个快递哥 一个客服妹 一个敢于在网上尝试消费的人 这三个人组成了我们今天中国经济的新的亮点 从2000年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100位未来领袖之一 并在此后屡获中国十大年度经济人物的马云 在双十一销售量连年翻番的时候 更愿意把这种成功归结为一个庞大群体的努力和参与 或许他也明白 他所经营的模式比旧有模式更迫切需要认同感和归属感 一年一度我们希望把双十一变成厂家向消费者感恩的日子 一年一度我们希望厂家拿出最好的商品 最便宜的价格 去感谢消费者对他们一年来的支持 不仅仅希望淘宝天方能够双十一卖很好 我们希望其他同期电子商品的企业 这一天也都卖得很好 我们更希望线下的很多商场都能够参与双十一 竞争不是敌对 这是马云在很多场客谈到的观点 但现实是就在双十一之前 全国就有19家知名家具卖场 联合抵制电商促销计划 显然想让网购抢占零售业的份额 马云需要面对的是线上线下的渠道冲突 是物流堵塞 价格欺诈 假冒伪劣引发的糟糕客户体验 难怪马云也说 今天很残酷 明天更残酷 后天很美好 但愿马云所期待的美好后天 也是消费者未来所能感受到的 本年度马云将退隐江湖 这曾经是一个重磅的新闻 但是退隐了几天之后 他又像新人一样再出江湖跑着行走 是啊 在这个前行跟挑战并存的时代里 马云怎么可能停下脚步 马云在努力的迈向新的高度 而社会则需要更多的马云 今天在这儿 我们也要主动的播一个寻人启示 近日 烟台一位47岁的男子谭洪文走失 他患有先天智能低下 不过在烟台 他可是名人 因为他经常穿着旧式交警制服 在马路上帮着指挥交通 可以说漫长的岁月中 他成为了很多烟台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被当地人称为文歌和黑猫警长 这次他走丢了 引发烟台人的集体大搜索 他继父的电话也成了热线 假如您看到了他 想办法和我们或者在网上打个招呼 谢谢您了 好了 接下来看看本周 还有其他哪些特写 在重庆九龙坡区华盐镇的一户人家里 69岁的李婆婆抱着怀中的婴儿 一刻也舍不得放下 现在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却并不是因为血缘亲情 而是源于一个脏乱不堪的垃圾站 婆婆你当时看到他还是两个样子吗 全是拖的 这些都是无聊的 但是看到血缘血缘 看到我都惭愧很 垃圾站里有个婴儿 没有衣服 没有字条 甚至连胎盘还没有捡去 11月10号早上8点多 负责清洁的陈师傅 第一个发现了躺在垃圾堆中的孩子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可除了打报警电话 始终没有人敢去碰一碰 这个气息微弱 浑身发紫的婴儿 而恰巧路过的李婆婆健壮 伸出双手 从垃圾堆里抱起了婴儿 她坐在路边 脱下自己的外衣将孩子裹住 随后生怕怀中的孩子 等不及警务和医护人员 李婆婆又抱着她 赶往附近的医院 孩子没问题 没问题 我扶回人家看了 小肉堵断了鸡菜 打了火烧锋 没啥问题 我没有吃早饭 我喝喝现在也吃不下了 把这身高兴忙了 孩子平安健康 是个欺惊播种的女婴 闻讯而来的人们 纷纷闭上本来为自家宝宝 准备的小衣物 而这个消息 更让紧紧抱着孩子的李婆婆 松了一口气 随之而来的 还有份特别的喜悦 因为在她看来 自己没有子女 一起生活的侄子 侄习也没有小孩 这个被别人抛弃的女娃娃 就是全家的人分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接到社会事务办公室的 工作人员却表示 按规定 孩子要送到福利院去 我们肯定要送到福利院去 你自己的福利院去 第一样 我还把我牢牢牢 我也一起去 捡到这个小孩 按相关的这个政策规定的话 是不能够收养这个孩子 如果他想要这个孩子 那么必须我们从民政的角度 先送到这个世儿人福利院去 然后在世儿人福利院 办相应的领养手续 自己救来的孩子 却不能自己养 这让李婆婆有些想不通 事实上 在这短短的几天里 李婆婆和家人 不但为孩子请了月嫂 准备了所需的各类用品 还按时带她注射了 新生儿需要注射的疫苗抗体 被人狠心裸露 丢弃在垃圾堆的女婴 在这里备受疼爱 吃东西很快 马上就我们吃下去 那吃完了以后就开始睡觉 你睡觉醒了以后很乖 不怎么通 很聪明的就看起来有了人 一面是情 一面是礼 对于孩子的最终去处 李婆婆一家人多少有些纠结 目前由于警方仍在不断追查 李婆婆一家暂时带养女婴 而依照相关法律 即使在限期内 没能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 若想正式收养女婴 李婆婆一家也要通过一系列评估证明 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都希望 这个仅仅出生几天 就饱藏人间冷暖的孩子 能有一个属于她真正温暖的家 希望能够我们大家做的这一点点小事情 能够感动到她自己的父母 能够让她自己的父母勇敢地站出来 承认这个错误 如果说是条件允许 或者说是成熟的话 然后法律法律允许 OK 那么我们还是很聪明 就是说到时候 也是走这个领养程序 把它领养 这是我们这个生命 这个小朋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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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